归划师给出专业建议 特别是不少退休族 若有多笔资产 要赠予继承相关的计划 越早做好理财分配 也比较保险 即早规划好 避免被课重税 同时也尽量减少 后续遗产分配 所衍生的纠纷 像是这个案例 彰化一名送信男子 与妻子膝下无子 2014年卖掉新北市房子后 就回到彰化家乡居住 但送男隔年去世 妻子继承遗产 把户头千万元领出 又再买房 而送男妻子也在前年去世 把名下遗产再留给两个妹妹 引发送信男子四名兄弟的不满 主张哥哥的1107万遗产 少少分一半 其余应该由他们均分 一人可得110多万元 但嫂嫂只把宋家的申雇保险金 分给四名兄弟 各自拿到11万多 因此向继承嫂嫂遗产的 两名妹妹追讨 宋七在办理继承的过程中 其实都有如实的申报 送男有所有的财产 宋七在这份资料 是如实申报的 其实是没有隐匿的 那他们其实随时都可以知道 他有多少的财产 宋家兄弟姐妹 还有协同宋七去办理存款继承 他们说他们有隐匿 不知道还有多少钱 这件事 他就至少除了保险金以外 就有存款了 他们就知道至少有存款了 所以法院上认为说 他们有隐匿 这个举证是不足的 确实宋七的妹妹 也主张姐姐和姐夫 其他兄弟继承人 有达成口头遗产分割协议 全体继承人也都有亲自到场 法院经过调查发现 包含分割继承协议书 邮政除金存款继承申请书等 都有宋家兄弟签名及盖章 嫂嫂并无侵权行为 因此驳回他们的告诉 宋七在宋男过世的时候 已经单独继承了他的所有财产 那宋家兄弟姐妹跟宋七 他们其实只是姻亲关系 并不是民法可以有继承权的关系 那宋七自己的亲生妹妹 跟他才是有民法1138条 可以继承权的法律关系 所以由他们继承是合理的 不管你是透过信托 透过保险或透过预立遗嘱 这样的方式的话 尽量你有这个意识 既然你没有小孩 你就一定要想到 未来你的钱要分给谁 民法的保障上 目前还是这样子 因为你的兄弟姐妹 我刚刚有讲过是第三顺位 所以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 他还是可以回来 跟你的配偶另一半 去请求这个 我也要去继承你的遗产的部分 那这个就会是一个 如果有预立遗嘱的情况下 他就是应季份的三分之一 律师和理财规划师 也确实碰到不找遗产诉讼 走上法律途径 因此设立遗嘱 也有该注意的事项 那电脑打字再签就不行 它就不符合遗嘱 自输遗嘱的要件 自输的遗嘱的要件 就是必须要全程自己写完 对 所以这就是会影响到 这个遗嘱是否有效 我在生前就想赠予了 那我讲他是赠予税 那当然就是很明显就是赠予的 不然很多人会说 那是爸爸借你的钱 你要还回来遗产 让我们一起分 律师建议协议主要全程录音录影 还要备份较为保险 避免后续争议 为了谁继承 伤了家人间的感情 Tip 新闻连制之后 宣传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